神神唱颂 将不舍化为祝福 55岁的静思经社的制法师 早年接触此祭后放下事业 一生奉献在菩萨道上 即使疾病产生也坚定道性修行 大神从小就很孝道 很诚实 红菜莲花老师待人宽厚 静思经社无论大小事都能看见她的身影 正言上人在1996年刚推动大体捐赠时 红老师就决定成为无语良师 很高兴圆满妈妈的心愿 她最后要说她来生一定要跟着上人 然后她要做上人的大富华 感恩八位无语良师的奉献 让这次台湾疼痛 耳科技胸腔以及心血管外科 三大医学会的大医王 能够共同精进医术解除更多病苦 大爱新闻线上温国家花莲报道